第一個我們看一下就是 上禮拜我們主要講到有關BMI的範例 那這當然比較偏重在邏輯判斷 另外最後有一題是大樂透開講模擬 不過開講模擬這個部分 如果你不會用回圈的敘述的話 你可能要變成一行一行去輸出 所以這邊可能要 假設不用回圈的話 你可能要寫七行程式才能完成 但如果說你今天會用回圈敘述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敘述特別注意 它的開頭一定也是for開頭的話 就是如果你有一個回圈的一個範圍 那你就用for回圈 但如果說你今天的 你那個重複執行的次數你不知道的話 那也許是一個條件那你用while 所以後面我們會提到有關for回圈跟while回圈 那這兩個回圈非常的重要 只要你要重複執行的話 一定會用到這兩個東西 OK它的重複執行非常的高 那上禮拜呢我們利用那個開講程式 for i in range range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今天用for回圈的話 最常用到的方法就是 在for i in哪一個範圍 那意思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它會一個一個幫你把這個 range 裡面的值丟到i裡面喔 所以這個 range 1的話指的是從第一開始 然後2 3 4 5 6 7到8的時候呢停掉 所以意思它不會執行8 它會到7為止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range 1到8 意思就是到7為止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概念要有喔 那我們是什麼 如果呢 這邊我做一個邏輯 因為如果它等於7的話 那我是特別號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我就開講號碼 如果是1到6 那我就是產生一個乱數 那如果是最後一個特別號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就這個地方喔 我就前面加一個特別號 並且加一個那個tab 就定位點在這裡喔 所以這上禮拜最後講到的 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你可以看到那個開講號碼 是這樣子 但是呢 這個程式裡面有一個 還是有一個不足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多執行幾次的話 它有可能會出現重複的號碼 來吧 這沒有重複喔 OK 是是 當你多執行幾次喔 可能就會出現重複的 不過這重複的機會不高啦 因為總共會有49個號碼 然後 像 多是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喔 我希望撰寫一個程式 就是不 不重複喔 OK 那要怎麼不重複喔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我以前有寫過那個VBA的版本 OK 所以那個VBA版本呢 我也把它放在那個 這個雲端上面 那你們也可以參考一下 你是那個 插班生 當它有重複的號碼 那你必須要怎麼樣 當它產生 產生了七個號碼 就是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碼 你要去檢查 檢查它有沒有重複 如果有重複的話 那你就是什麼 重新再產生一次 直到沒有重複為止 所以那個邏輯喔 大概是這樣喔 可是你要怎麼樣把 就是那個大樂透的那種 自動產生號碼的邏輯寫出來 我想這一點是比較 比較不容易的啦 那我有把那個 上個禮拜喔 我把它重新改寫的程式嘛 也一樣放在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裡面 那另外的話呢 我有給各位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VBA的版本 這個VBA的版本 實際上喔 其實 寫的大概就是這樣啦 就是一個大樂透開獎的一個SUB 當我按下它的時候呢 它自動幫我產生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這個在VBA裡面喔 不過VBA裡面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喔 它因為有儲存格 所以你可以有地方可以放資料 但是Python喔 很抱歉它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怎麼辦呢 通常呢 如果說你要產生一些資料 要暫時存放的話喔 恐怕你還要了解 資料放哪裡的問題喔 因為我們有七個號碼 所以可能我們後面 你可能要了解一個叫List 串列的東西 這個串列的話呢 有點像是在Exale裡面喔 你可以暫時存放 Exale就直接放在儲存格裡面就好 但是呢 在那個Python裡面就是要放List 所以後面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那個 你要學會什麼叫List 什麼叫串列 所以喔 後面的話呢 有兩段程式啦 放在這邊 一個是VBA的版本 一個是什麼呢 Python的版本 我已經把它改寫了 兩個 程式雖然看起來不一樣 但是裡面的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就是喔 VBA你寫得出來的話 其實Python 我是把同樣邏輯把它改一下 裡面的話 也許後面我們會再提到 有關什麼呢 有關那個像回圈的部分 而且這邊的話有一個自訂函數喔 OK 自訂函數部分 那這個部分喔 提供給各位參考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的02裡面喔 就上個禮拜 我們第二個單元 02裡面的最下面 那如果待會有時間的話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好啊 因為呢 這個部分裡面會牽涉到 那個for 就是底下這邊 這裡sub 這個一個sub 然後就是這一個 另外的話呢 是我改完的拍 這個後面因為 會牽涉到 今天要講的兩個重點 一個是回圈敘述 另外第二個是串列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for回圈 然後有那個串列的話呢 其實就是一個lister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lister 這個是預設的空的lister 然後呢 那我們就產生號碼之後 看一下有沒有重複 如果有重複的話呢 那我就重新再產生一次 的那個邏輯喔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待會請各位呢 這個 待會再來看好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今天要接著來講 就是有關那個 回圈 和制定函數 實際上剛剛各位看到 我python寫的那個東西 就會有回圈 也有制定函數 所以也就是剛剛那一題喔 就是把我們今天講的 集結在一起 變成一個完整的 一個範例 一個lensity ok 所以請各位呢 先來了解一下這部分 今天接著來看那個 有關那個回圈的相關的 資料結構 跟制定函數喔 ok 製定函數 其實在vba裡面 也有 它叫 function 有沒有 我們 插入一個程序嘛 不過 其實 理論上這個 這個地方 製定函數 vba 如果沒有回傳值就是sub 有回傳值就是function 但是在python裡面的話 它是不管 反正呢 它 都叫dif dif 它就叫一種名稱 它沒有兩種喔 vba 是sub 或function 然後呢 在那個python裡面是叫dif 其實就def 我覺得它應該是def 的縮寫 dif 開頭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有一個那個 就上個禮拜我這邊有補充了一個那個什麼呢 補充了一個就是用python寫出來的那個 就是大樂透開講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dif 有沒有 我這邊有 制定了一個function def def 然後 後面的話就是給它一個你的那個什麼呢 你的function名稱 然後一個小括弧帽號 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規則 後面就是寫你要寫的東西 ok 那不過我想這一題待會再看好了 因為現在你們可能有些地方還是似懂非懂 因為這裡面的話會用到 除了制定函數這一段之外 還有什麼呢 for回圈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產生的一個空的list 這個空的list有點像正列啦 其實不過它的python叫做list ok 串列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裡面的話做什麼呢 就是用它裡面有個方法叫append append就是 就是附加 對就是因為原來是空的嘛 那我如果產生一個新的號碼 我就把它放進去放進去放 但是因為它是放在memory裡面 所以你看不到 所以喔 相對於eSale來說 其實eSale還比較 因為eSale直接丟到儲存格裡面去就好啦 哪一個sale嘛 你馬上可以看到 但是在這裡它看不到 所以變成說你丟進去之後 你就在memory裡面 然後呢 你就是要再去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我們這一段是產生那個我們的樂透號碼 就是1到49號出一個號碼 總共會跑7次嘛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碼 這個規則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先執行一遍 執行一遍做什麼呢 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是讓它去產生 產生完之後 我有個排序 排序之後呢 再檢查有沒有重複 就這一段 ok 所以待會有時間同學 也許可以自己試試看 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那上面還有一個VBA這一段 那今天我們先來看那個回圈 因為這部分回圈我們還沒講到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撰寫一個程式 請各位加總1到99好了 幫我把那個什麼呢 1加到99 答案是多少 把它print的出來 計算結果 把結果輸出 答案在這裡 實際上 程式不難轉眼 1請各位開啟我們的 這個Eclipse環境 2的話呢 在source這邊 new一個什麼呢 一個module module的名稱呢 請你輸入 比如說for 我是打一個for 1到99 按finish 那裡面的程式的話 要撰寫什麼呢 我先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已經寫好的結果了 有沒有 計算總和 是這樣子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如果你要撰寫1到99的話 首先 因為呢 我需要有一個變數 可以幫我加總的 最後再把它輸出 那個變數名稱 也許我們要上好了 預設值等於0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用for回圈 for i in哪裡呢 請你幫我在那個range裡面 幫我產生那個 我需要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的話呢 是從1到99 99特別注意喔 應該是數字多少 100 對 上禮拜有提多 然後呢 這邊加一個冒號 意思就是後面要執行 enter一下喔 你會發現enter 一定縮牌在下一階喔 這個地方一定要縮牌 如果沒有縮牌 執行會錯誤喔 我講過啊 Python非常重視縮牌 縮牌錯了執行也會錯誤 有啊 他在這裡啊 逗點 step2 step-1 在這裡加就好了 ok 一樣啦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對於VBA裡面有step 就 他 VBA是寫在後面叫step 什麼 他是逗點 加在這裡 step2就是這樣子 ok 不過因為我們這一題不用step 除非你要把單號全部加起來的話 那就是逗點2 逗點2 逗點2就13579加到99 ok 那我們後面要加什麼呢 就是幫我累加嘛 啊累加的話呢 在那個 那個 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Python裡面寫的就是什麼呢 sum 什麼呢 等於sum 加i 其實可以簡寫 sum 加 等於i 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樣寫 應該還有印象吧 這種寫法 其實就是sum 等於sum 加i 的意思 其實VBA大概就寫這樣 VBA不支援什麼sum 加等於i這種寫法 Java可以啦 Python也可以 但是 所以如果你假如不習慣 我說你寫這樣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誰說不行 只是說少幾個字而已嘛 沒什麼差 好啊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意思是說 它預設值等於0 當它等於1的時候有沒有 它會丟給i i把它加起來 所以0加1 就是1 幫你 存到前面去 ok 然後再來就 回到前面一個回圈 這個i裡面的值變2了 2之後的話呢 那再來的話就把1加上2 把它存在前面變3 依此類推 後面加起來 存到前面去 後面加起來 應該有各個概念吧 ok VBA也是一樣 Python也是一樣 無論哪一種語言都一樣 只是說寫的方法 你可以剪寫 ok 然後呢 最後加完之後的話 你要怎麼樣 把它print 不過特別重要 print的時候 記得 你enter之後 請你back一下 一定要寫在哪裡呢 一定要寫在前面就是一階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寫在裡 這個下一階 意思說你跑回圈順便跑 也是在for回圈裡面執行 如果你在前一階是 跑完回圈之後 再做的事情 兩個不一樣喔 ok差很多 就怎麼樣 把它print出來 print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把sum print出來 這樣就ok了 假設我們這樣 假設1加到99多少 我把它print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 這邊應該會出現 4950 不過呢 如果你要讓它看起來 比較完整的話 一般用那個什麼 自串嘛 不過是自串 應該很簡單 這個就是 一個自串 計算總和好了 反正就一個一個敘述就可以了 計算總和 你就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把這個結果輸出 不過特別是後面呢 當然你現在直接輸出的話 會有個問題 就是後面這個東西是整數 有沒有 所以你一定要做什麼 轉型 有沒有 這個蠻常出錯的 ok 那轉型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就把這個轉成自串 再跟前面的自串 串接在一起 計算總和 ok 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要單數號 假設單數的話 剛剛同學馬上反應很快 就step啦 step2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1到99的單號 加總 那就是0.2 1就是step 跳一個跳一個 那把它執行的話 應該多少 2500 ok 1加到99的單號 如果是1加到98的雙號的話 你也可以改一下 應該知道吧 開頭的話 就是改成2嘛 對不對 然後這邊 停住的話是 99嘛 應該到98 ok 應該都可以看懂程式啦 只是說你要把它打出來 另外呢 那做完這一題之後的話呢 有個變化題 如果我今天希望 看到的結果長這樣 ok 回圈怎麼寫 欸 1 前面都有1嘛 後面是1.2 一直到2.0 好 假設啦 我們看到這個結果 可是我如果今天要把程式寫出來的話 該怎麼寫 動頭腦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好 趙 好 跟誰 好 好 好 破搶